大家好,我是Pristy 大家好,我是Mika 歡迎來到伴賞會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彩繪油紙傘 我們以水墨的方式來彩繪油紙傘 那我們在開始進行之前呢 我們要先介紹一位藝術家 他是以水墨的方式進行創作的 所以我們就故事開始吧! 我們是來自山東青州 後來定居在台灣的劉國松畫家 故事開始 在1938年 他的父親站於抗日戰爭中正亡 與母親流亡於大陸的各地 14歲的他在武昌開始學習傳統國話 20歲開始改學習西話 但29歲那年放棄油畫文化部 重回了寂寞世界 宣導中國化、現代化的運動 身處中西文化交流頻繁的年代 他主張走中西合併的路 發揚廣大民族傳統文化 同時也有吸收、消化、西方帶來的現代文化 創新現代中國化 劉國松一生追求現代水墨創作 也贏得了現代水墨之父的美麗 看完這位藝術家的故事 對於他無私奉獻 真令人感動 把快末路的傳統水墨結合創新 達到更高的舞台 用他一生的時間實屬不已 大家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看法 接下來創作要開始囉 跟著我們一起看下去吧 首先第一步先拿出我們的油脂傘 然後還有一支鉗筆 先把它這樣打開 把它拉正開 開始用鉗筆打稿 畫成想要的感覺 現在我們要做第二步驟呢 是上色調色 然後我們現在要畫是花瓣 然後選擇硬化 所以我們要把白色跟紅色這樣子 先起一點白色跟紅色再 我們現在要調比較輕一點的 先加一點紅色的開眼睛 對 花瓣的前端 再花瓣 白色可以多一點 紅色就原來的紅色這樣子 兩種 一個是前端的 然後有什麼末端的紅色 然後有什麼末端的紅色 就來畫一點花瓣 這樣一按 就兩個紅色的紅色 就兩個紅色的紅色 由深到淺 這樣 我們這三才會就完成了 好 那你的理念是什麼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沒有什麼 就是畫夏天 夏天 然後在上面 有年夏日 然後還有一些 給大家上山啊 看樹 那這個花是什麼花呢 這些花就是 花瓣 也畫櫻花 那這個渲染的部分 我很喜歡是怎麼做的 渲染部分就是前面沾 那椅表後面大家水 用多一點 淡淡的椅表就可以了 好 換我的 我的就是有點 日本 紫傘的那種風格 渲染 渲染中間是從黃色暈出去 再來紅色 然後再一點飄逸的花瓣 做成的小紫傘 好 那紫傘就完成囉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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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 go to my like a simple spark and i find the very mention of you I'm the key card in a jewel, aren't you?